CTF非官方的主題轉檔成6.60 因為CTF2的官方並沒有更新到6.60 國外也有整理一下讓它可以轉檔到6.60 因為國外寫的也不清不清我測試了半天才測試出來 那當然是第一個先下載這幾個檔案 那麼CTF就是我之前收集的兩個例子 從6.20或6.39把它轉檔成6.60的CTF檔案 那當然基本上就是主程式嘛先安裝 那另外這個補充包呢 如果你這兩個檔案放在一起的話 你可以直接去做執行 那它裡面放置的位置呢 基本上就是在這裡 因為它沒有相同的檔案所以它並不會去覆蓋掉 好 像這個樣子 好 那再來換這個 安裝 好 所以呢 這裡面Basket就有一個6.60的資料夾 再來 我們要去做一個執行 好 執行CTFtool的程式 好 直接按確定 好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來去看一下我們的CTF檔案 那我第一個舉例子是 從6.39轉到6.60 那我習慣快速的把它推移進去啦 那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主題解報 好 那我習慣直接拖曳進去 那它就出現這個選單 那一般是選第三個 好 因為它在我們的 房體的電腦裡面都會出現亂嘛 那我自己個人比較習慣是用英文的啦 那CTF 好 這邊點兩下 你就可以選擇你的CTF檔案放哪邊了 那快速一點的就是把這個丟進來 好 選第三個 好 這邊就會多出一個資料夾 這個就是它把它就是解開了 那麼 再來呢 我們先進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在VSH裡面 好的 這個裡面 好 MODULE這個裡面 資料夾裡面 有這三個檔案 那麼呢 我們要去6.60呢 把這三個一模一樣的檔名的檔案 複製進來 那在複製進來之前呢 因為檔名一樣它被覆蓋掉 那 要在這個後面加上它原本 版本 的數字 好 這個我是6.39的嘛 6.39 打6.39 每個都要打 好 那我們再出去 好 到6.60 的資料夾 剛剛那個補充包呢 它就解壓縮到這裡嘛 那我們 另外再一個四重把它開啟 好 那麼這時候呢 我們再跳回去 好 對照起來 看起來比較清楚 這個裡面 這個裡面 1.60的 還沒開彎 好 那麼它遞給什麼呢 COMON 這邊就找COMON 好 底線 GUI 好 這個 好 那就是用複製的 好 那我們就是先找到三個檔案 然後還有一個PAF 然後還有一個PAF 它 每一個CTF 它解壓出來的這三個檔案 不一定會都 是這三個檔案 好 可能是其他的 那你就要找打名 一模一樣的 然後再一個是VSH 好 這三個 那你會發現 欸這兩個有檔名一樣啊 但是他們的副檔名不一樣喔 是要找PRX的這一個檔案 所以我三個都是找PRX的 不是另外一個主態設定喔 不是INI檔喔 是PRX 好 這三個檔案 那麼右鍵 好 複製 到 好 這個資料夾 貼上 這樣子 OK 然後呢 我們剛剛除了下載那兩個 CTF Tool跟 6.60的補充包之外 我們還有另外下載一個 轉檔的 這是 就是 專門在轉6.39到6.60的 那我們一樣執行兩下 好 安裝 好 那這個資料夾呢 進去 將這桌檔案的 右鍵喔 複製 到剛剛解壓的CTF 資料夾 裡面的 VSH 這裡面 好 右鍵 貼上 好 那我們呢 我們就去執行這個 COMBRT Dash 6392.660 執行兩下 那麼呢 那我們 在這邊直接打上 這個的英文齁 就是我們 沒有加639的這個英文 這一個 跟這一個 跟這一個 都要分別去做一個 key in 就是打進去 的部分 過程有些繁雜齁 那因為我們幫大家 就是 做一個過程 不然如果沒有做這個過程 它原文看起來 呃 我都看起來有點吃力了 好 再來就是 PAF 好 Enter 那它都會經過這兩個 OK 然後按燈一鍵 離開就代表成功 第三個呢 就這一個 按燈一鍵 進一個 進一個 那麼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 好 轉檔了 剛剛這個程式 ctf2的程式 如果大家看不懂沒關係 我再把它調回中文 我們要選到主題打包這個 就是要把它包成一個CTF檔案 大家再看一下這個版本選項 裡面就有一個660 等一下再選 那我們先選VSH目錄 我是放在 CTF教學 裡面的CTF 剛解壓的資料夾 它第一個要有VSH的目錄 所以我就選VSH 確定 那麼 這個是字型的目錄呢 我剛好像沒有看到字型的目錄 這個CTF應該就是沒有做這個CTF的字型 沒有 那就不用管它 取消 這裡面這個 PTF 那我這個是文系的電腦 如果你這邊都沒有顯示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做一個 調選檢視的部分 詳細資料 那如果這邊沒辦法調的話 你也可以到這邊 組合管理 然後裡面的 這邊好了 組合管理 裡面的資料夾選項 那麼這邊 標籤選檢視 裡面有一個 喔 隱藏一隻檔案的副檔名 那我們把它勾掉 按套用 好 那他們的副檔名就會自動跑出來了 這樣或許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好那我們選擇這個PTF檔案 開啟 那麼開啟之後呢 第四個 就是你要選擇你CTF保存的 目錄 就是你要把這個 新轉換出來 6.60的CTF檔案 要存在哪邊 那我們 我們就存在這個下面 那我命名 這裡 639把它改成660 好 按存檔 那麼這邊就開始按start 抱歉喔 我剛剛這邊忘記選660的 我剛剛這邊忘記選660的 呃 抱歉喔 好 執行 好 這樣就完成了齁 660的檔案 那麼 Round 2 好 就是 我以620 的主題舉例 620它中間會再加一個過程 就是要先把它轉成6.39的齁 那我一樣把它丟到 城市裡面來 好 那麼它這邊就選擇 轉檔 那我就先把它轉成6.39的 呃 那我選擇639 哦 那就開始轉檔 那這個轉檔呢 可能需要 呃 一下下 好 那轉檔完成之後呢 資料夾底下就會多一個 後面加的639 好的ctf檔案 那因為這是639 那我就把它改成639 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亂 好 那 那 當然 要先把這個 去把它解開 所以我們拖曳這個 檔案 好 一樣丟進來 好 然後選擇第三個 好 解開 好 這個ctf檔 就在這邊 那 因為每一個ctf檔都必須 必須要 把那個 轉檔的這個東西 丟進去 複製 好 就再做一次 好 這裡 VSH MOD ULE 這個 資料夾裡面 右鍵 貼上 那你會發現 這個它 這個主題它剩下兩個 齁 那麼我們一樣 好 好 要在後面加上 這個的原本的版本 的數字 639 因為我們已經把它轉換成6.39用的主題了 639 好 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一樣到我們剛剛660 這個資料夾裡面 把一模一樣的檔名 好 複製出來 那注意就是要選prx的 不要選到另外一個主題設定 好 選好兩個之後呢 我們就右鍵複製 好 然後到這個資料夾 ctf資料夾 貼上 好 好 那麼完成之後呢 一樣去做執行這個 這個 批次檔 那麼一樣 選 欸 key那個 prx的檔名 好 那再換另外一個 好 完成之後呢 當然就是 到我們ctf2喔 這裡 一樣選擇crate 那我剛剛是用中文 我這次就換英文 好 那這時候就去選擇ctf資料夾 這個 那裡面的vsh 確定 那麼它也沒有font這個資料夾 那你就跳過 這邊的ptf是一定有的 這裡 好 副檔名 ptf 開啟 那麼ctf要存在哪邊呢 存在 這裡 那 後面檔名 看 660 存檔 那右邊這邊 版本 選擇 660 那 那same2psp 這個就是 看你要不要轉檔完 就直接存到 你的psp裡面 好 勾掉 按start 好 那麼轉檔完成之後呢 好 兩個檔案也都ok了 這裡 跟這裡 好 就做個教學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是有 6.35阿 500阿 550阿 都可以這樣去做 轉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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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